明明相爱却不敢说出口 直到死亡来临 这类情侣才承认爱着对方 本情里搁带的电影《两小无猜》 朱丽安从小就与母亲感情深好 这天母亲送给她一个精美的铁盒子 朱丽安将其视为宝贝 于是便准备带她去上学 走出家门口 朱丽安和受到同学欺凌的苏菲邂逅 她的书本被扔在地板上 为安慰苏菲幼小的心灵 朱丽安将手中的铁盒赠送 苏菲接过铁盒后 朱丽安突然想改变主意 便问苏菲能不能有时借她玩一玩 苏菲给出答案 想拿回去可以 但要先玩一个敢不敢的游戏 随后苏菲让朱丽安去启动校车 而朱丽安果然照做 只要手拿铁盒的人提出要求 对方就要照做 这个游戏逐渐拉开帷幕 朱丽安和苏菲做了各种过分的事情 比如在课堂上讲脏话 或者当着校长的面脱裤子尿尿 虽然时常遭到双方长辈的责骂 可两人却是乐在其中 苏菲姐姐的婚礼 两个小孩躲在桌底下 苏菲问朱丽安以后结婚的话 敢不敢当着神父的面说不愿意 朱丽安毫不犹豫地回答 哦耶当然敢 回到家后 父亲将朱丽安带到医院 看着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母亲 朱丽安的内心不禁隐隐作痛 没过多久母亲去世了 这对朱丽安的心灵造成莫大的打击 由于平常跟朱丽安不亲近 因此为抚慰儿子受伤的内心 父亲打电话邀请到苏菲 前来当朱丽安的小玩伴 晚上这对青梅竹马同床共枕 而朱丽安的父亲则独自在房间 经历丧气之痛 时光如白居过系 一晃十年过去 朱丽安和苏菲长成了俊男靓女 而那一场敢不敢的游戏 至今仍在延续 按照朱丽安的要求 苏菲外穿内衣参加数学考试 原本进行的很顺利 可看到朱丽安在考场外搭讪女生 苏菲有些不满 她直接放弃考试 离开考场后 满是粗意的苏菲对朱丽安说道 如果你有种的话 就去跟人家来一场天雷勾地火的运动 顺便把耳环拿来 结果朱丽安还真的照做 随后还带着耳环去找苏菲 露出一脸得意的表情 而朱丽安没想到 苏菲竟跟体育老师发生了关系 虽然两人内心都有一些介意 但并没有异于言表 阳光正好 两人坐在马路上嬉笑打脑 苏菲问朱丽安敢不敢吻我 于是两人就开始热吻 接着苏菲说 敢爱我吗 而朱丽安竟回答 当然敢 听到朱丽安的答案 苏菲顿时感到失落 她觉得朱丽安将爱情当成游戏 没有用真情实意 后来在父亲的车上 朱丽安遭到了指责 父亲将铁盒扔出窗外 给朱丽安两条路走 要么父子俩好好生活 要么就别再跟苏菲鬼混 有一片刻后 朱丽安打开车门捡起铁盒 依然朝着苏菲家奔去 可换来的却是苏菲的冷言冷语 朱丽安恳求对方的原谅 可此时的苏菲情绪并不高 迫于无奈 朱丽安只好转身离开 过了些时日后 苏菲内心的怒火逐渐消散 她找到正在图书馆学习的朱丽安 再一次表明真心 但朱丽安早已被父亲说服 没有接受苏菲的真心告白 临走前 苏菲说朱丽安根本不敢让她伤心 随后坐上公车 逐渐消失在朱丽安的视线中 几年后在朱丽安的百般纠缠下 苏菲答应与她共进晚餐 两人面面相去 气氛正浓 突然间朱丽安掏出一堆戒指 苏菲以为接下来就会是浪漫的求婚 不料朱丽安却只是邀请苏菲当证婚人 她要迎娶的对象另有其人 苏菲的笑容逐渐消失 这一切都是因为游戏 当年她说朱丽安不敢伤害自己 没想到多年以后 朱丽安竟用结婚的喜讯 将苏菲的心变得支离破碎 结婚当天苏菲拿着铁盒到场 小的时候 朱丽安曾说赶在结婚的时候 当着神父的面说不愿意 可等到重要时刻来临 朱丽安却退缩了 于是苏菲便大闹婚礼现场 直接导致朱丽安父子俩关系破裂 婚礼也转变成了车祸现场 苏菲的捣乱令朱丽安的生活变得一塌糊涂 这使得她对苏菲只有满满的恨意 随后朱丽安蒙上苏菲的眼睛 将她带到铁轨上 想任由火车将苏菲撞死 好在苏菲察觉到不对劲 及时躲开 感受到来自爱人的伤害 苏菲绝望了 她捡起铁盒 说到十年内不要见面了 十年后朱丽安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家庭 而苏菲也有男友相伴 两人的生活朝着正常的方向走去 直到有一天 朱丽安收到苏菲寄来的快递 里面装着当年的铁盒子 紧接着她兴奋地赶往苏菲家 却看到苏菲正在报警 谎称有狂躁症患者来家中捣乱 敢不敢的游戏再度开始 朱丽安不但没生气 烦到笑的花枝乱颤 在警察赶来之际 她立马躲门而出 开车逃离 躲避警察的追捕 不料中途却遭遇车祸 听闻恶号苏菲连忙赶到医院 出现在她眼前的是一位重症患者 脸部被严重烧伤 苏菲不忍心看下去 便难过地坐上男友的车离开医院 但车开到一半 苏菲突然意识到情况不对劲 于是叫男友折返回医院 原来那个患者并不是朱丽安 这不过是一场恶作剧 专门为了整一下苏菲而已 受伤的朱丽安和苏菲在医院门口相遇 两人抛弃了各自的伴侣 逐渐靠近在一起 最后为彼此永远不分离 朱丽安和苏菲相约赴死 两人来到工地 任由水泥流入 也不愿意放开对方 斗斗转转 朱丽安和苏菲携手面临死亡 即使人世间不会再有他们的身影 但至少死后能够在一起 谁也不能将两人分离 爱情就像是一场狗血剧 太多令人作偶的成分 在情理看来就很浪漫 第一集的冰胶造就了一段幼稚的爱恋 大多人依赖受虐的快感 结果却忘却最初的真心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牢房 有的人被困住一辈子 有的人虽然逃了出来 却孤单又寂寞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 我是李哥 愿做灯展 照亮你心